记者陈贤怡台东报道,让爱流动,台东县政府经举办二手家具再利用2018年丢我减爱物及用物资捐赠活动,既贫义扶若,县长黄建廷表示,透过回收再利用,并兼具社会关怀的做法更有意义,这次提供了近200件物资工县内弱式家庭社服团体使用。 垃圾减凉的环保议题越来越受重视,台东县政府自104年5月起开办时,实物银行计划为落实此银行精神,透过集结来自各方企业及民众的爱心资源,将多余或极其可食可用的物资,既由计划系统以最有效率发挥最大效益的方式,送到急需协助的家庭及社区。 106年度个体户户属达1789户,受益人次共5980,捐助单位即94单位次。 黄建廷表示,政府大力推动垃圾减量、环保减碳,尤其如家具等大型物件处理不易,透过回收再利用,并兼具社会关怀的做法更有意义。 感谢你丢我剪协会连接搬运公司所搜集。 感谢你丢我剪协会连接搬运公司的时候,我会觉得大家Не感谢必须 пор lat5icação分,就像 de..! 感谢你丢我剪协会连接搬运公司所搜集 Complex